早上十點半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里民已經一位接著一位 到里辦公室領取或是佼佼災害補助資料 新興區建華里里長表示 以新興區而言 這裡應該是最嚴重的地方 一度淹到大腿一半以上 有地下室的住宅都淹滿了 不少里民都有財損狀況 兩天就有150張補助申請單被領走 我都印200分 存40 50分而已 因為冰箱是一些沙發什麼都泡水 還有桌子 櫃子一大堆的 這估計都會損失四五萬塊吧 多少啊 加點補助啊 建華里旁邊就是幸福川 除了遭遇議題危機 旁邊七弦路底下有大牌 無奈兩邊水宣洩不及 就往夾在中間的街道灌進來 里長心痛表示 自己新買的電腦主機 還有卡拉OK機也都故障了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能怪政府 這是天災嘛 排不出去就一定灌對 只要灌對處人來 再一個污水道 污水道也是不完啦 不完對後面 差不多一個多鐘頭才退掉 你退掉的話就是表示啦 表示就是你的水溝是不是有紫色 紫色的話就是排比較排不出去嘛 高雄市府目前積極動員全部相關單位人力 各局處和區公所馬不停蹄進行災後處理 市長陳其邁也交代不住部分從寬從優辦理 不過對於本次狀況 市議員黃紹廷也提醒 防範作業需要先做的完整 才能先一步避免颱風期間災情不斷擴大 在今年甚至去年前年颱風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在高雄市下水道這些清淤的工作 有沒有落實的做到 大家還記得一種我們的下水道裡面還居然可以清出像那個床墊啊 還有很多很多的大型的廢棄物都堆積在我們的下水道裡面 當好雨來的時候我們這個排水的速度就很慢 那所以我這邊還是要再度的呼籲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在颱風來之前準備的工作一定要確實的做好 幾天下來居民逐步完成家園整頓 議員和里長也表示天災造成損害難免 希望能以這次經驗作為前車之鑑 不再有相同狀況發生